几十位网红带上项圈 把自己放在玻璃柜拍卖 这不是翻拍大逃杀 而是网飞新真人秀 激赞网红 讽刺的是 这场大型人性测试的冠军 最后竟然被节目组撤回了三亿韩元奖金 和正片形成绝妙呼应 激赞网红到底讲了什么 这档综艺从油管 インス TikTok和艾菲卡 请来77位网红进行生存禁忌 简直是各路神仙争其斗艳 有的秀下线 露屁股蛋子 有的造型夸张 有的人设独特 而每个人脖子上戴的项圈 显示着他们的粉丝量 并转化为身价 决定他们的排名 一旦淘汰 身价瞬间清零 很难不让人联想 大逃杀里的炸弹项圈 节目组显然想通过残酷的淘汰赛 探索人性底线 第一关 77名网红要互相拉票求赞 收到的点赞多才能存活 于是本该客套热露的寒暄场面 一下变成现实的众生像 规则刚宣布完 网红里最有名的顶流明星张根硕 就收到了恶意道赞 外型美艳的颜值博主果知识言 也同时收获大量点赞和道赞 而粉丝量最大的TikTok网红 立刻因为身价最高被盯上 有人打着长视频淘汰短视频 创作者的旗号报团 想要瓜分他的资产 总之谁引人注意 谁就引人猜忌 有人上台展示才艺 演得很好 得到一堆道赞 有人四处威胁 不给他点赞 就给对方点道赞 就当所有人不敢轻举妄动时 网红中站出来一个综艺导演 上台煽动大家 说张根硕看不起短视频创作者 让大家给他点道赞 他盘到了节目底层逻辑 网红的本质是关注度 黑红也是红 而黑红的最快途径就是通过挑衅大人物来蹭流量 果然第一轮结束 存在感弱 没收到赞和倒赞的人都被淘汰了 77个网红只剩30人 第二轮比直播 观看人数落后就当场淘汰 为了生存 网红们各出其招 有人直播表白 有人擦边热舞 有人整活替眉毛 连张根硕都拼尽全力 选择自己历史播放最高的吃辣视频 当场彪悍 狂醒鼻涕 一点偶像包袱的无 也有人凭过硬本行一招先吃遍天 比如老牌美妆博主李思卑 做财法仿妆 搞怪的妆容 自带节目效果 他和弹幕的互动也很好玩 也有人另辟私禁 综艺导演先是下架自己所有视频 然后宣布直播人数过多少 就公开自己的油管收入 一套组合拳 猛猛勾起观众好奇心 还有人真情流露 意外走红 发现下跪都挽回不了观众 干脆破罐破摔 大骂王妃 在几家视频平台之间疯狂拉踩 没想到直播间乐子人蹭蹭暴涨 在淘汰的高压下 这场直播考验的是 网红们和观众高强度互动的能力 全场粉丝最高的2700万粉TikTok博主 因为心态崩了 也不幸淘汰 更残酷的第三轮来到 这次15名网红只能有8人幸存 他们需要进行自我拍卖 量量组队 在节目组提供的几个摄影棚里 共创一张硬丝图片 让100位大众评审视线停留最久的获胜 拍卖环节 每个人都被误化为可拍卖的商品 人的价值被衡量为长相 吸睛程度 于是高颜值得过 知识岩被疯抢 也有人因为手持巨资 持续观望 最后陷入危机 即使丧失尊严下跪 也因为落单无法组队而淘汰 另一边 网红们又一次看透 节目组的烟雾蛋 豪华背景的摄影棚不重要 重要的是如何抓人眼球 有人整活发憨憨大头照 第一个胶卷 占据九宫格视觉C位 有人露出事业线吸引眼球 有人运用美术专业知识 拍独特的艺术照 张根硕更是熟练掌握 网友爱吃瓜和忍不住看字的心理 发出双人合影贴字 张根硕女友照流出 几轮下来 网红们都发现 擦边有效 引导观众看文字有效 于是反转出现了 三组选手不约而同 选择了录身材和配文字 结果最暴露的组 反而看的人最少 当所有人都在跟风的时候 观众立刻审美疲劳 上一轮那股风也立刻过时 不得不说 李斯杯是一股清流 虽然每次排名都在险胜低位区 但他始终没有受影响 走稳打稳扎的路线 拍有质感的照片 可惜的是 即在网红后几轮比赛 有些虎头蛇尾 无论是贴标签演讲 还是决赛的百人现场拉票竞选 都有些缺乏后劲 而这档节目最大的价值 也许是赤裸的揭露 网红世界的生存本质 关注和影响力等同于身价和权利 当人被误化成数字 尊严与情感是最不值一提的一环 公布身价排名时 身价高的人姿态高昂 身价低的人焦虑 感到被羞辱 像脱光衣服的动物 当网红被装进玻璃罩子里拍卖 颜值高有技能人气高的人 大家争着买 而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网红 下跪恳求也无人理睬 仔细想想 这何尝不是现实世界的缩影 人们总是正当化 合理化自己的私欲 身价不低的油管博主 想淘汰身价最高的TikTok博主 瓜分他的身价 又怕富有的自己成为下一个攻击目标 于是伪装成为长视频生存而战 和其他油管博主抱团给人点道赞 TikTok博主也开始组队反击长视频 人和人之间互相攻击 不是这个具体的人做错了什么 而仅仅因为彼此在不同阵营 在这个规则下 人性好似被异化 网红不是人 而是商品 看客仅仅是网红项圈上的数字 但在这个群魔乱舞的节目里 我还是看到了一丝温情 比如李思卑 专业舍利能打 和粉丝之间 也以真心换真心 深夜直播时 他为了晋级 恳请粉丝不要关直播 没想到有粉丝问 姐姐 我可以开着直播睡觉吗 他当场泪崩 你能不能放在一起吗 姐姐 你能不能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而李思卑的内疚 感动和真诚 也感染了屏幕对面的观众们 直播结束后 他看到为了比赛 剃掉一边眉毛的博主 尽管在这里人人都是竞争对手 但李思卑还是暖心的安慰他 不论是拍照吸引眼球环节 还是最后的千人竞选环节 他都坚持用优质内容取胜 不随波逐流 放低底线 在这个冰冷的数字空间里 优质的创作者 就像夜空中的星星 一路明明灭灭 却仍然亮到最后 温柔而又力量 而那些投机取巧秀下线 没有真实能力的网红 只能吸引一时的注意力 他们最早被淘汰 而一路凭聪明手段 获得冠军的那个网红 不但卷入涉嫌虚拟货币诈骗的丑闻 还因为违反节目组保密协议 在自己频道提前剧透冠军身份 三亿奖金被取消 每个人项圈上显示的分次数和身价 瞬间就能清零 而当人主动接受了 用数字衡量自身一切价值 也终将迎来被数字困住的一天 投机取巧或许一开始走得快 但要成为一棵参天大树 靠的是缓慢扎实的生长